-You, You, You, You -Get yourself together -Get it together 上次就在你逼問之下 我居然說如果現在求婚OK了 然後是因為我去做了一個就是NLP的諮商 那到底什麼是NLP呢 就是大腦的使用說明書 然後呢我們今天總算歡迎到 就是我超愛的小妞老師 大家好 總算來了 而且我們三個都去 三個都去 線上的 老師你先跟我們分享一下就是原本是 譬如說是這樣然後被你NLP之後 變成一個截然不同人最萌的案例是什麼 這個案例是這樣子 他當時呢就結婚嘛然後 被家暴了三十年因為他已經六十歲了 然後他就問我說小妞老師 我還值得幸福嗎 六十歲然後還可以遇到靈魂伴侶 小妞你可以 你才有少三十是不是 What's that 我在跟他諮詢的時候發現他在 五歲的時候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讓他感覺到自己不值得 擁有美好 就一方面可能是父母對他的方式 可能都是用打罵的方式嘛 另外又發生一個事件 然後這事件他就連結他就覺得說 因為我不夠好所以才發生這種事 如果你覺得自己不夠好 不值得請問你會遇到什麼樣的人 就對你很不好的人 對來印證這個不好 他這個部分沒有調整 即使他離婚再遇到下一個 還是打啊 對所以為什麼很多人會覺得說 奇怪就是我好像換了很多男朋友 換了很多女朋友啊 那為什麼那個劇本都不斷的重演 那為什麼的劇本都不斷的重演 以柔已經變了 我們很擔心你 我們很擔心你 沒有被打 沒有被打 他看我手 跟每個退步一樣 對 因為我是十月初跟他諮詢的 十二月啊 他就LINE給我說 小小老師我告訴你一件好消息 我現在在我男朋友家 哇 其實還可以交男朋友 對 然後隔年一月他就結婚了 結婚了 然後還PO照片給我看 所以不管你現在幾歲 好感動 你都值得幸福 真的 天啊 對 因為他是這一對一諮詢完就一次嗎 就一次 但是一定要做功課啦 像我的功課是 老師是叫我說 我要每天找一個你想負面的事情 然後把它變成正面的事情 你有一種新慣性的嗎 我有新的慣性是會比較平靜 新慣性被嚴嗎 我不是 不是 以前會比較容易 因為我是諮詢愛自己的課題 然後以前就是比較不平靜 常常會擔心動擔心 現在會常常可以比較平靜 好那我們今天有什麼問題呢 好今天的話是高雄的小微 他說他男友就是在交友軟體裡面 會跟別人互發大尺度的照片 並約出來 中間的時候他有提分手 但過了一個禮拜 我生病的時候他來看我 然後我主動問他說我能不能復合 他就答應了 雖然復合但心中還是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的感情部會這麼坎坷 一直碰到劈腿渣男 我曾經寫出過一個個案 他結婚17年 他的先生不斷外遇 他是用什麼樣的心態面對這件事 他就不斷地犧牲奉獻 後來我在跟他諮詢的時候 我發現為了得到他父母的愛 他又不斷地犧牲 那你看喔 你的潛意識有沒有 冰山下面 你都一直相信你要犧牲跟奉獻 他犧牲他自己然後 去包容另外 包容他的外遇老公 所以你看 當我幫他調整完以後 也是他生命發生很大的翻轉 大家都想要翻轉他自己的潛意識的話 到底有什麼練習可以做 我教大家六個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常常會說 我應該怎麼做 把我應該變成我可以 我可以是有選擇權的喔 但是我應該是不是被要求 就是一定要 對 如果你一直被要求 你的感受 對自己的感受是好還是不好 不太好 我可以是不是會覺得 肯定自己了 我應該運動 對對對 可以去運動 對 可以喝奶茶 你可以選出我應該喝奶茶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應該就是很多 好像很多責任感 對對 責任 所以你知道整個人 就會變很有壓力 第二點就是 一定要接納不完美的自己 什麼意思呢 平常做錯事 你第一個反應是什麼反應 自責吧 對有的人就說 怎麼那麼笨啊 當你在指責自己的時候 就會覺得自己很差勁啊 那差勁的時候 我們自然而然就沒有力量啊 我下次可以怎麼做得更好 跟我為什麼會犯這個錯誤 請問這兩個有沒有不一樣 一個是一直困在檢討的過去當中 一個是變成是未來預防的 對你可以往前走 對 你知道當一個小孩犯錯的時候 他是會期待父母怎麼對他 是把他臭罵一頓 還是給他秀秀報報啊 但以往可能父母都是會偏檢討為主 對 所以那就是為什麼一般人 長大習慣以後 就變這種語言邏輯 可是如果你把自己重新改寫 就是我可以接到我自己啊 所以犯錯的時候 就像我們剛剛講那個小孩 你要把他呼一呼啊 然後跟他講說沒關係啊 我相信你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 那這樣子他是不是很快就爬起來 就可以繼續往前走 對 所以第二個就是接納不完美的自己 這個叫正常 第三個啊 就是很多人寫伴侶信 然後說我不要脾氣暴躁另一半 不要的力量是非常低的 我們來做個小小實驗 大家把眼睛閉起來 好 不要想粉紅色大象 不要想粉紅色的車子 不要想粉紅色的牆壁 不要想粉紅色的衣服 好眼睛張開 剛剛想到什麼 粉紅色 對啊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腦神經啊 他會自動把不要忽略 喔 所以你看喔 真的耶 所以當你一直想 不要另一半脾氣暴躁 不要忽略以後 他會出現什麼 剩下脾氣暴躁 對 那我們來看小孩子好了 小孩子一天到我跑來跑去對不對 父母都說什麼 不要跑 不要吵 結果他就怎樣 又炒又炒 又炒又炒 你不要尖叫好不好 那我要反過來 我不要跟書智卸結婚 對 對 你沒有結婚啊 我不管 情依是量很大 很快傳到韓國快點 所以我不要另外一半脾氣暴躁 情緒穩定 那另外就是說 當有人讚美你的時候 你很漂亮啊 你今天很漂亮 你很漂亮 求一下讓我昨天不美嗎 你很漂亮 你很漂亮 但是有一種沒自信的人都會說 喔沒有啦 對不對 是不是有這種人 我還要是誰 我還要是誰 或者他甚至趕快就是 要稱讚對方 然後把這個 這個稱讚美 注意你轉去 注意你轉去 那其實那個內在的焦點 都是在感覺自己不怕 就好像聖誕老公給禮物 你也不給 他就趕快去給下一個啦 所以你要學習接納自己 就是大方說謝謝 第五個 好 要花時間享受自己喜歡的東西 因為很多一談戀愛 怎麼滿腦子都是對方的事 對不對 就是一直在想說 欸那我等一下要做什麼事 或是放棄自己喜歡的事 沒錯 因為你所有滿腦子 誰啊 我們剛剛講那個劇本 他劇本全部都在編寫 跟對方有關的事 沒錯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他就從這個 他自己的劇本裡面消失了 消失 消失 那你看他消失喔 那他的感受 是不是已經被他放在一邊了 那請問這時候他有愛自己嗎 沒有欸 沒有 所以他就會不斷的 對他就會不斷的吸引不愛自己的情緒來了 我前陣子也是這樣放棄 你每一次都這樣 有一些人他的劇本就是 可能看到對方開心 自己也會很開心 某種程度是可以的 因為這就是體貼人的心 但是你不能所有的時間都是這樣子 或是不能太擔心 那你要想 你要想說 欸他笑了我很開心對不對 但你有沒有在想 我笑了我自己也會很開心 有啊 如果他能夠平衡就好 好小時候都很ok 然後可能在談戀愛的過程當中 可能第一幾段 發生一個欺騙他的事情 那導致他後面就會有 延伸出這個黑暗劇本出來 所以到後面幾段 他都會有一個癥結點 就是欸 我曾經被騙過 那他做了可能跟那個人一樣的事情 我會不會又是被騙 我們講到種子法則啊 所謂種子法則就叫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個安全感的果實 請問你要有什麼樣的種子 安全感的種子 對 那如果你的世界裡面 你的內在都沒有安全感的種子 你是不可能在外在世界看到安全感的果實 不能坐在自己身上 一定要坐在別人身上 別人就是一塊土地 雖然跟身邊人狂報備 不用狂報備 壓力太大 要種一下 我都會種在愛人的身上 可是愛人並沒有回種在我這裡 但你要種在一個 他很需要得到你安全感的 這要從朋友身上 還家人身上 都可以 他需要安全感 所以你給他安全感的時候 你就種出了一個安全感的種子 誰要 誰要 你要嗎 你少 每天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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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你很沒有安全感 沒有錯 我沒有到很沒有 偏沒有 超沒有 對 沒有到超沒有 好 第六個就是說 有時候真的要尋找一下專業資訊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有盲點 所以你叫我說 會去發現我這個慣性 到底哪裡有問題 有時候我覺得他就沒問題 所以我才會一直做 或者我也搞不清楚問題在哪裡 所以如果我們有一個人來協助我們 去看清楚邏輯是怎麼樣 那其實很快我們就可以跳脫出來 然後用對的功課 我們剛剛講到 就說要做養成新冠性 那新冠性的話 老師建議幾天 就是我給的功課都是100天 以想伴侶的親英大人知道該怎麼練 老師是不是可以順便教教大家 第一個就是要用正確的語言 比如說我們來看看三個名詞 一個叫我希望 一個叫我想要 一個叫我要 你們覺得哪一個更容易實現 我要 對嘛 因為我要就很堅定 不是 我要 你們都很強 沒錯 可是很多人常常就說 我希望另一半怎樣 另一半會說我希望 我想要怎樣 這都在告訴你的潛意識 你還沒有得到 所以你要用我要 你的潛意識買單以後 就會加速幫你行動 那第二個就是表述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很多條件 我一個學生就很好玩 因為我們工作坊 之前一定要先寫問卷 這個問卷就是說 希望得理想辦理清單 那有一個就寫不要負債 剛剛學到不要負債請問博士來什麼樣 負債 我就問他說 你過去男朋友是不是都有負債 他說老師你好厲害 你怎麼知道 我說不是我厲害嗎 因為這就是大自然的法則而已 後來他就講經濟獨立 可是經濟獨立呢 你們覺得這個範圍大還是小 太大 不聚焦嘛對不對 所以你正面表述要越清楚越好 他就說他希望他年薪多少 這麼很具強 我不要有錢人 他從我錢拿錢拿你 拿你 不要脫了 不要 離婚起你啊 趕快去美國 很起 半裸緊 全力不要這樣 當你是這樣說你潛意識還是 會get到那個 大家就說我就是要有錢人 我就是要有錢人 這樣就好了 不要那種透氣去講 因為你這樣很容易使用不要這個 對 就是正面表述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你的潛意識要買單 因為很多人 比如說他在列這個伴侶清單 他列的是別人的價值觀 因為我之前我協助一個 他說老師我伴侶清單已經列很久了 可是呢已經經過十年都還沒有實現 然後我就說你伴侶清單是怎麼樣 然後他就講講講 可是他的表情一點都沒有興奮 那我就說那你這些伴侶清單從哪裡來 他就說就是我媽媽希望我怎樣 然後社會價值觀希望我怎樣 所以他列的清單是以別人的想法為想法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也很可愛 就是說他身材是有點胖胖的啊 所以自己的外表沒有很有自信 然後可是他列的就是高富帥 所以我在跟他對談的時候 發現他的表情也是沒有認同這樣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相信高富帥真的會喜歡上你嗎 然後他說不相信 這個就是我說 如果你潛意識不相信你 他就真的發生 所以我們一定要根據我們的內在價值觀 對 列出的清單 而且你在看這個清單的時候 又感覺到美好 要能夠有畫面 可是他設立一個 太遠了 太遠了 沒有很近很近 你說他設立一個月入千萬 對他來講他的潛意識都覺得不可能做到 他自己都覺得不可能 對 如果連小孩都覺得不可能 對 所以他要設立一個就是說 是目標但是 有一點挑戰 但是可以靠近的 然後他覺得可以相信的 所以這個也是有蠻多的 內在是需要去去釐清的 可是這是三個很重要的大方向 我為什麼會停的原因 是因為我當時在做功課 我就是一直想到那個人 對 當這個人沒有的時候 我再唸一次 你覺得這先 如果再來一個這樣子 我可能不行 哈哈哈哈 那你回家再充電 充電 充電 還有就是每天要看 比如說你寫 然後就把它放在那個抽屜裡面對不對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因為老天爺要送給你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怎麼送給你 安全感對你很重要 但你不能寫安全感三個字而已 因為安全感三個字是沒畫面的 那你要想說他做了哪一些事 會讓你有安全感 比如說他每一天會陪我怎麼樣 或者是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他是怎麼跟我互動的 是劇本 對 然後越有感覺 你就越容易吸引男 好 因為我曾經在苦惱就是 我男朋友不運動這件事情 就日夜也想 然後有一天他就 突然變健身狂 他就突然變健身狂了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同一個嗎 同一個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沒叫他去喔 越叫他做他越不想做 對 因為人的叛逆心理 人是不想要改變 但是丹妮表姐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 潛意識很非常活躍的人 所以當他在想他要的畫面 想得很極致的時候 這個畫面 他的潛意識買單 就一直送出這個訊號 沒錯 他就每天 對 去健身 然後能量 對 然後能量強的 會影響能量比較弱 那當他接收到這個能量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突然想命 他就有一天喪鬼 對 這個人可能被改變 他是被吸引 他是能量共振 對 他是被吸引就是說 他感覺到好有一種 不是強制改變 對 跟你分享一下 好 希望大家都很幸福 謝謝 拜拜